柯文哲今天的回應是什麼 柯文哲今天的回應是說 哎呀他跟他老婆 陳佩琪進官邸請清清楚 柯文哲所講的每一句話 做每一個動作都有他的意義 所以他說他跟他老婆 陳佩琪一起進去總統官邸 見蔡英文總統的事 好多年前的事 好重點來了 那麼好多年前的事 可能剛當選嘛 因為事實上怎麼好多年前呢 因為5月20號都還沒到 5月20號到的話 也不過做兩年嘛 對不對 所以去年的事好了 那麼不管是去年還是前年的事 他說的是他跟陳佩琪 我們現在講的是 今年1月你到底 有沒有進去總統官邸談 總統官邸也無所謂 你有沒有跟總統談就好了 你有沒有跟總統談過 那談的過程當中 當然免不力要會談到合作的問題 我想這是 總部會來談說今天天氣很好 代表起 陸屏專案執行不錯 當然不可能嘛 所以談的一定跟合作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沒多久 那麼蔡英文總統接受 這個等於說 我們電視台專訪的時候 就講出來的嘛 要柯文哲再次確認台灣價值 但是講難聽一點 是做球給你耶 然後順便呢 要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能夠確認 就是柯文哲是可以一起打仗的朋友 那你就確認台灣價值嘛 台灣價值 我們在節目上講過 台灣主體一生嘛 然後為了台灣一切 以台灣為罪 最要先考量這些就好了嘛 沒辦法柯文哲沒有接球 反而把球丟回去 把球去朝 那個蔡英文總統就出身球 就打回去了 為什麼 我很想知道他的 人家做球給你 你就好 吃完你就好嘛 流推你就好嘛 那你既然這樣講 所以引起了軒然大波 好 重點來了 那麼網路上有人說 有一個什麼毀科計畫啦 然後又有人說這件事情 完全不是柯文哲自己放的 我問你這件事情知道的人 不是柯文哲陣營 那麼就是蔡英文陣營嘛 那蔡英文陣營事實上 現在事情的發展 如果這件事情 蔡英文陣營 民進黨陣營 只主動把它弄出來 被人家丟了饅頭包 因為你知道現在支持者 很不爽 你就叫柯文哲的嘛 那你如果民進黨自己丟出來 是不是被丟饅頭包 我知道我會想丟饅頭包 我知道對我民進黨 包括蔡英文 包括秘書長 洪耀福不好 所以我突然洩提給自由時報 是這樣嗎 這合理嗎 合邏輯嗎 我突然聽到東西 那個砸我自己 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 完全跟柯陣營沒有關係 因為不是這邊就那邊嘛 我剛才說過了嘛 但新永科物語就不可能是柯文哲啦 問題是新永科物語 好 重點來了 新永科物語所說的部分的事情 應該是事實 見面應該是一個事實 但是到底是不是柯文哲夫妻見面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是兩邊哪一個陣營的 我也不在場 但確實應該是有這件事情 只是現在執政黨想把他 想不想讓這個事情發酵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重點在第二個東西 新永科物語今天揭發的第二個東西是 兩邊已經喬好禮讓給柯文哲 我們現在就等著喬啊 現在國民黨馬上四五院 馬上台北市長的這個新北市 台北市都陸陸續續會出來的嘛 我們就等著喬嘛 喬你民進黨會不會在台北市長 這個再次的禮讓柯文哲嘛 四年前包括本土的社團 包括很多的支持的大家都贊成 那麼當時第一個贊成是說 因為國民黨那時候說 一個九頭批國民黨 他也算贏嘛 所以呢為了要 援兜國民黨 那時候就口號叫國民黨 沒到台灣不好嘛 所以呢大家可以合作 包括本土社團都承認 都願意讓柯文哲用五黨籍的身份 跟那個民進黨出席 那個民調最高的姚文哲 PK 然後再出來 大家怕婆啊 你看 現在出來火世界有沒有 我跟柯文哲可能創一個紀錄 就支持過你的 這些等於說 一間領袖也好 民間社團也好 出來火世界最多 連我都已經道歉了 你知道嗎 我兩個禮拜前都公開道歉了 那我相信蔡英文總統 也不會那麼阿沙哩的就說 好啦 你得到理由你不那麼簡單啦 是 但是問題就在於一件事情啊 包括前幾天傳出來的 那麼在蔡英文總統 接見獨派的時候 到底跟獨派說了什麼 你那個 你說現在民進黨只說 沒有民調對不對 沒有賴清德跟陳菊的民調 也說柯文哲十個百分比以上 沒有這個民調而已 但是你講了什麼 你講了什麼 難道你真的有講 民進黨的候選人出來 也是第三名 對吧 我要跟各位說 沒有人知道陳水扁第一次選 選台北市長的時候會掉 也沒有人知道陳水扁選 選總統的時候會掉 民進黨以前連一個候選人 連一個縣市首長 連一個立法委員都沒有 都扣這樣去拚出來 蕭美琴以前哪想得到 他經過十年陳前才有 這個他花蓮選上立法委員 你沒有去拚 你怎麼知道 如果這樣 文書威民調的文書威 我們就禮讓柯文哲 現在的柯文哲跟四年前 我們支持的那個柯文哲 是不認識的人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會跳出來反對他